首先这个故事极其的荒唐 我甚至都不相信 各位会相信这件事 因为就连我自己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实我确定这不是梦境 但这种折磨让我背受煎熬 趁着我死期将至 我得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我打小就是一个受人欺负的软柿子 历来顺受的性格 让我比同龄人更受父母的喜爱 他们知道我喜欢小动物 于是给我买了很多 我大半时间都沉溺在 与这些小动物玩闹之中 每当我喂食和抚摸他们的时候 就感到无比高兴 等到我长大之后 这个癖好还是一样没有变 很幸幸早就结婚的我 妻子也有一样的爱好 于是家里就和一个小型动物园似的 天上走的地下飞的水里游的 甚至院子里还有会打动的兔子 但其中一头名叫托普路的黑猫 个同非常大体型绝佳 浑身乌黑没有一点杂毛的 下来迷信的妻子就认为 这黑猫很通人性 该不会是巫婆变化的吧 不过这也就是玩笑说说的 当初的几年时光里非常连我的 不论我走到哪都要跟着我 甚至连我外出溜达的间隙 也要跟着我一起来 但一切的改变都从我 揽上酒瘾之后发生 我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甚至用评生所学到的 最污秽的言语来辱骂妻子 以至于后面对她选脚相像的 狗子总是忠于她的主人 即便我每次回家 她都对我摇头晃脑的 但我总是一脚将其踹飞 就连那些我未养好几年的动物 都免不了我一番虐待 有一天晚上 在城里喝的酩酊大醉 我回到家后 看到托普路就一把抓了过来 见我急剧有攻击性 那猫也下意识的咬了我一口 一下子我酒精上涌 气愤的从口袋 掏出一把小刀 拽住那畜生的喉咙 狠狠的挖去她的眼珠 等到第二天 我才想起来自己醉酒时的那血腥一幕 虽说无比的内疚 但这一切很快就被晚上酒精的刺激给冲淡 过了一段时间 那猫伤势渐渐好转 引住外面的那个洞 真的十分可怕 看来她再也感不到痛了 她照常在屋里走动 只是一见到我走近 就不出所料的 吓得拼命逃走 于是我心中的邪念 好是被激发出来 他妈养你这么久 看到我就跑了的 这种强烈的震恨在一天早上 终于爆发出来 我用套索勒住猫脖子 把他吊在树枝上 即便他苦苦哀求着 叫唤着 我的不为所动 保持脱帅的动作 就在当天晚上 我在睡梦中 就听到湿火的喊叫声 惊醒过来的我就发现 整栋屋子都在烈火的包围中 我们夫妇和一个幽人 好不容易才在这场火灾中逃出 大火将我们一切财产 统统化为乌有 犯下酒瘾的我 却觉得 哎 这并没有什么 只是少了一个住所罢了 第二天 去到分析中 我惊讶的发现 我床头的那堵墙 聚集了一堆人 人们对这堵 没有塌陷的白墙 都非常好奇 还有不少人在上面 摩擦探索的 等我走近一听 才知道 白壁上 赫兰有个潜浮雕 这猫 刻得唯妙唯笑 一丝不差 猫脖子 还有一根脚锁 我一看到这个怪物 简直以为自己活见鬼了 不由惊口万分 但转念一想 这猫明明掉在 宅边花园里 肯定是哪个人 把猫从树上放下来的 从打开的窗口 扔进我的卧室 加上其他几堵 新刷不久的墙 由于火色的塌陷 飞溅出来的液体 导致的巧合现象吧 不过这种离奇 诡异的巧合 始终无法说服自己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强烈的愧疚感 一直在折磨着自己 于是 我不断出梦于小巷子内 到处物色一只 相似的黑猫作为替代品 一天晚上 我醉醺醺的在一个小酒馆内 看到酒桶上 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盯着我 向来和动物接触多的我 便伸手过去摸了摸 那家伙既然直接杀娇卖模起来 他的体型和普洛托完全一样 但与之不同的是 他的胸前有一块不明显的白斑 和他玩闹的这段时间里 他非常黏我 于是我立马向老板议论价格 可老板却不知道这猫的来历 并且也从来没有见到过 你要是喜欢的话就直接拿去吧 反正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一回到家后 西子喜欢的不得了 但这种状态持续没有多久 我便开始厌恶起这只猫来 可能由于先贤犯下的暴行 一直让我处于暴躁和愧疚中 在几个星期的压抑下 我不敢去虐待他 值得说的一件事是 在我带回来的第二天 他和普洛托一样 被挖去一只眼睛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西子反倒是更加喜欢他这样 我在上面说过 我西子是个富有同行心的人 我原先身上也具有这种出色的美德 他曾使我感到无比纯正的乐趣 尽管我对这只猫百般厌恶 他反倒是对我越来越心乐起来 在我走路的时候 会缠在我脚边让我摔跤 或者是勾住我衣服 顺势爬到我胸口的 那个时候我恨不得一拳把他揍死 可我还是不敢动手 想必各位还记得 我说过那白斑虽大但不明显 在相处这么久的时间里 那白斑居然开始明显起来 只是有个星属的轮廓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 那个脚型台 那个用绳子制成的简易脚型台 那个白斑的地方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只是简单杀害一个没有理性的畜生 会让我遭受到这样的折磨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我再也不得安宁了 在白天里是畜生片刻 都不让我单独太太平平的 到了黑夜 我时时刻刻都从说不清 有多可怕的噩梦中惊醒过来 进而导致我痛恨起一切来 往往动不动就突然发火 即便是这样 妻子也是毫无怨言 由于那场事故后 家里的经济状态非常差 我们只好住在一栋老房子里 有一天 为了点家务室 他陪着我到这栋老房子的地郊中训 那猫也跟着我走向陡笑的台阶 他的年龙程度我前面也说了 就是这样 差点害得我摔倒 我二话没说 抡洗斧头 对准这猫就是一斧子砍下去 哪聊到 妻子伸出手来 一把拽住正在戏头上的我 被拦截的我 怒火比之前还要高涨 挣脱他的残闹 我顺势就是对着他脑壳砍了下去 连一生也没有哼 当场去世 干完这件伤天害理的事 我索性细细盘算起 常逆失守的事 我知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只要失守搬出去 难免钻进左邻右舍 我心里有着不少计划的打算 碎尸烧毁 伪装成货物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 那堵为他陷的白墙 这个可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地窖内的墙壁结构很松 心刷的初灰泥 由于潮湿至今未干透 想到这里的我用了一根铁棍 一下就撬掉了装墙 再仔仔细细把失守贴着夹墙放好 保证让他撑着不掉下来 线上调配的新灰泥 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没费半点功夫 就把墙弄回原样 仔细将线上收拾一番 就跟没事发生一样完美齐了 这妻子消失之后 那猫再也没有来过 尽管犯下滔天大罪 我还是蛮享受 难得不被打扰的日子 警察来到家中调查过好几次 每次都是被我三言两语的给打发走 他们看到我这种态度 甚至还来到家中仔细搜查过 当然了 案发地可不是这里啊 能查出来才有鬼 接连几天调查 警察依旧不死心 反反复复在家中搜查了有近四次 他们才发现 有地窖的存在 当他们走到地窖处 我还非常开心的当下领路人 因为这么隐蔽的地方 谁能想到呢 就这样 他们还是连续仔细的搜查了有四五次 看到他们认真滑稽的样子 我内心别提有多开心 就当这些人失望的走上台阶时 我老有兴趣的说 诸位先生 承蒙你们脱了我的嫌疑 我感激不尽 仅向你们请安了 还望多多关照 诸位先生顺便说一句 这屋子结构很牢固的 话刚出口 我脑子就嗡嗡作响 这种屋子可以说结构好得不得了 诸位先生想走了吗 这几堵墙戏得很牢固 说到这里我还故作姿态 拿起手里的一根木棍 使劲敲着我爱心遗孩的那堵砖墙 就听见缝肘里发出嗡声嗡气 断断续续小孩的哭声 随即一下就变成连续不断的高声长啸 声音异常的惨绝人寰 半事恐怖半事得意 只有坠入地狱 受罪冤魂痛苦的惨叫声 和魔鬼进了冤魂 遭受天罚的欢呼 打成一片 才跟这声音差不多 台阶上的那些警察大惊失色 全都愣在了原地 过了一会儿 就见十来条书撞的胳膊忙着拆墙 那具尸体已经腐烂不堪 淋满血坏 贺兰立直在大家眼前 尸体头部上就坐着那只可怕的畜生 张开血盆大口 毒眼里冒着火 是他倒的鬼 又使我杀妻子的 如今又用幻生抱了紧 把我送到脚型台上 原来我把这怪物 戏进了木墙里去了 故事结束 能看得出整个故事 是在主角菱形前写的 主角在刚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乖巧懂事 又富有爱心的少年 但在蓝上酒饮后 所有事情都发生了 180度的大转变 成了李对妻子 拳脚相像 虐待动物的 起初他还会有点愧疚 但这种嗜杀暴露的性格 在酒精的催促下 变得愈发的明显 进而迈入杀西的深渊 我至始至终都相信 人性本恶的说法 人生下来就是会 为了掠夺资源而进行残杀的 没有管教的束缚 则会导致滥杀无辜和嗜杀的泛滥 哥尔丁的《银王》艺书中 描述了一群被困在 无人岛上的男孩们 从最初的和睦相处 到最后因为利益的矛盾 激发出来的恶 故事的结尾甚至比成人的歹毒 还有血腥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视频的 你要是嫌弃像是 一定这几个字打得繁琐的话 那么劳烦你随便打几个SDF 或者说几个数字给我 因为在冰冷的机器面前 这些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又或者说是一键三连支持小我呀 我是总马 我们下星期见吧 拜拜